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大家养成习惯 多施食好不好 不施食物 给鸟 给蚂蚁 给鱼 下回各位去泰国喂鱼 几千百只鱼在那边抢 就像喂大鲤鱼一样 你会觉得很发喜 吃鸡解脱 昨天晚上我到法院室 看到一只蟑螂 已经大概太久没人喂 已经走不动了 快死了 我赶快弄食物给他吃 希望他吃了 至少要死之前 要吃饱 结果中午一看 死了 吃饱了 刚好八观再接 所以来 法会功德 我想往生蟑螂 所有蟑螂 同享八观再接功德 那只蟑螂现在坐在天上 谢谢哦 当然 慈悲心最重要了 哪怕一只蟑螂蚂蚁 都是我们布施的对象 希望各位也多去市场 那些鱼屎 那些肉屎 经典说 念药师咒 大水球咒 尊圣佛母咒 阿弥陀佛咒 不动佛心咒 任何咒语都可以 跟他吹口气 乃是声音 乃是挥一下旗子 乃是 他都超度了 特别不动佛心咒 不动佛心咒 年华生大师说 有大太阳的时候 有风的时候 有雨的时候 有沙子的时候 有光的时候 你赶快念不动佛心咒 这些光啊 水啊 风啊 都变成不动佛的价值 被吹到了 所有友情 不会堕落三个岛 重不重要 太慈悲了 特别 那些正在被杀 最痛苦的 要帮他念不动佛心咒 那这你忘了 至少 痛苦的 病苦的 老人啊 病人啊 被屠杀的狗 所以各位 现在在网路上 他们有在传播那些狗被杀 牛被杀 鸡被杀 我以前都 我都不忍心看 后来 我现在要勇敢一点 从头看到尾 他一直念佛 心里当然很痛啊 看不下去啊 对不对 特别他们在杀牛 没办法接受 他们杀牛在印度 没有杀牛配备 找几个人把牛拖下来 用刀子把他的腿砍断 那只牛就不能跑啊 然后就这样这边跳 然后他倒下去 有人过去 开始割他脖子 慢慢割啊 太残忍了 但是你也不能看不看 所以我们修菩萨道 就是要有这个境界 让我们修啊 就像妈妈在被杀 你看不下去 但是你还是要看 要保持空性 但是一直为他祝念 愿所有被屠杀的牛 得到超度 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被屠杀的牛 各种动物 早得离苦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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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我自己是喉咙不好 因为话讲太多啊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念 只要有病苦 然后呢 多少病苦 有时候在网路看 很多回向病苦者 我一个一个帮他念 因为各位这个节缘很重要啊 最主要我们是修慈悲心 你懂了这么多佛号 你念了很多经典 你做了很多功德 这些功德你回向过了 请问功德在不在 永远在 所以你永远还要把这个功德不断的回向 不断的回向 当然也有人跟我说 海盗法师你们回向以后 我马上就舒服 我自己都有一点怀疑 不过也勉强相信 因为我认为反正我尽力 我不敢说有用 但是对方骗我一下我也高兴 但是还真的有用 对我大哥就很有用 刚刚我大哥来 他开完大刀 现在已经走来走去没事了 黑皮肤变白皮肤 很奇怪 我大哥以前皮肤是黑的 然后脸凶凶的 那现在他朋友看到他 哦 河海可亲哦 皮肤粉红色哦 我大哥就对了 开刀要死了 什么都改变了 他说我现在都念普门品了 改变了 不过他刚才跟我说 我躺在那边 人家都叫我阿伯 我不习惯 因为为了开刀 头发都白了 变阿伯 他才多了两岁 已经变阿伯了 所以因为开刀 我会担心 头发都白了 马上老掉了 一开完刀老了十岁 不过老了很可爱 至少心态改变了 再来回向往生者 林金顺 贺俗民 赖料阿贵 陈穹 其所有往生者 得法会功德 罪障消除 同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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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多这样念 看到佛 看到佛你为他念咒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放光 看到很多往生者 得到消业障 破我职坐在莲花 要这样 为什么叫往生做很重要 拔一切业障根本 拔一切业障根本 就是我职 我职会产生我像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请问你现在是个女人 往生极乐世界变成什么 不但是男人 各个都变阿弥陀佛的样子 极乐世界没有人高 没有人矮 没有人眼睛大 各个都是阿弥陀佛的平等相 所以你往生这种可以拔一切业障根本 破我像 人像 众生像 马上 外表通通变成阿弥陀佛这样 虽然你知道说 这个是我爸爸 但是 奇怪 那外表变成 你在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 这就是往生极乐的特殊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为他念往生咒 往生咒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在头顶 马上加持他 把他的相改变了 因为他已经破业障根本 我职了 所以他相就超越了 变成阿弥陀佛平等相 这就是密宗最重要的 密宗最重要的是 通通变阿弥陀佛 对不对 通通在念佛念法念身 通通都在修行 通通都在极乐世界 所以净土 所以阿弥陀佛叫无上咒 就是这个意思 最高的咒语 那当然意思是说 你抓住这个重点 比较重要 所以他们说 建交吃素六天 六天以后杀猪杀羊 这样有功德吗 六天还是有一点福报 但是杀生一样有夜报 就像各位 你守一日傍晚再见 七世做人 七世升天 你有福报 但是你七世享受完 你就要享受你过去杀生的夜报 吃肉的夜报 所以这个善恶不抵消 所以我们的恶业还是要忏悔 所以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神诛神养 被屠杀 离苦得乐 水洗六天吃素功德 桃圆六天吃素 桃圆六天吃素 也不错了 但是没办法 跟回教一样 他们灾界节都不能动 然后开灾节那一天 不知道杀了多少牛羊 但是至少灾界时间 他们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对我们来讲 平等对待 这个最重要了 好 现在发一本 比较严肃的 读读经典吧 刚刚各位念的 焉供功德 有没有信心 所以各位 赶快 平常一只香也好 做点焉供 今天我们外面来 供万灯 供万水 又烙佛塔 点缸入香 以此功德 供养三宝 回向六道友情 所有病苦者 同享功德 对我们来讲 是个家庭 因为我们这样 成就成佛的质量 供善业的功德 如果能够点满 我们最近在苗栗 这几天快圆满了 到29号 来 百万盏灯功德 所以几个单位 合起来 一百盏 一百万盏 后面这几天的灯 都不是 他们已经97万了 赶快加三万 一百万 还不够 加三百个龙柱灯 功德大一点 这样一言 生学医护 事业成就 好不好 因为桃园 弥陀村 事业成就 所以各位呢 做生意说 不要找我麻烦 然后修行佛法是 麻烦多一点来 因为你可以修行嘛 而且修行 布施磁戒 都还不如 忍入了功德 对不对 越找你麻烦了 功德大不大 越大 它让你消无量业障 它让你累积 无量功德 所以八官 灾戒 慈戒一天 超过百千万亿 累世修福宝的功德 所以各位 今天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你今天走出去 要像胖子一样的走 功德宝宝 愿大家得到我的功德 再来 问大水球咒 金箔如何使用 大水球咒 如果印在金箔上 是可以烧的 没关系 我们是借金子 是一个善巧方便 暂时的安乐 但是因为它得到 大水球咒的功德 如果各位 你没工作做 你干脆开个金子银子店 上面印的都是大水球咒 不动佛心咒 然后卖便宜一点 好不好 寺庙你就免费送 那你就在家里赚功德 来给你买 还给你功德 对不对 那你就算它便宜一点 然后他们一烧 哇 都有你的功德 那好不好 这个叫方便波罗蜜 对不对 世间人一定要买金子 银子 那你就做好一点的 然后跟浩士兰山 不用烧太多 我这个一张 等于人家一叠 这个 你上面都是解脱的咒语 稍及解脱 接触解脱 各种方法 那天有人讲我一个金子的故事 有一个法师讲 他的意思是说 原来金子银子还是要熟一点 那个故事我忘了 意思是说一个往生者 他做了很多功德超度他 都没办法 后来那个往生者说 欠钱啦 欠钱啦 你都没有收金子了 然后他说 好好好 他本来不烧 因为他出家了嘛 好吧 他就稍微一点 稍微一点 过两天 那个往生者来找他 对不起 你没欠钱了 我要来去 所以他就跟我讲 海盗法师 你要叫人家稍微一点 我本来就有讲 我没有反对 他说很多法师都反对 他说他真实做梦 清清楚楚 虽然我给他很多的 但是他就欠盘缠 我们都认为 反正我帮你诵经 念佛功德已经很大了 对不对 但是这些六道众生 还是在这个世间法里面 这个暂时的方便 所以他这样讲 他也没有坏意 他只跟我讲 我看他很真实 我也相信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对不对 我们以前曾经反对过人家 我现在都不敢反对了 我现在说 可以可以可以 多念佛 烧一点 不失食物 将来帮助 好 请把诗意梵天所问经打开 我们就念一些重点就好了 请翻到第十九页 这个释法品很重要 梵天菩萨 梵天是上帝 他的名字叫诗意 这个世界有无量的世界 有无量的梵天 这位梵天已经发菩提心了 所以他就问佛 那做个菩萨应该如何 那这菩萨到如何圆满 的种种重点 那我希望各位最好把它当作 心经一样的常念念 念到熟 因为我们既然愿意发菩提心做菩萨 那怎么样可以做圆满 所以同样我们去问到佛 今天有机会让你做梦 梦到佛 那你要问这个问题 我的菩萨到怎么样圆满 我是不是有发菩提心 怎么样可以安住空性 这个最重要 你不要问佛啊 我肚子痛怎么办 这个佛说你不用问我 来问海涛法师就好了 佛要问的是菩提心法 你不要问肚子痛 好 《四法经》我们念一下 怎么做菩萨 菩萨怎么样断烦恼 来 二十 四一 我此既以白佛言 是尊何谓菩萨其心坚固 而无疲倦 何谓菩萨所言决定 而不忠悔 何谓菩萨增长善根 何谓菩萨无所恐畏 威仪不动 何谓菩萨成就白法 何谓菩萨善知从一地至一地 何谓菩萨于众生中善知方便 何谓菩萨善化众生 何谓菩萨世事不失菩提之心 何谓菩萨能依其心 何谓菩萨善求法宝 何谓菩萨善出悔尽之罪 何谓菩萨善战烦恼 何谓菩萨善入诸大众 何谓菩萨善开法师 何谓菩萨得先因力不失善根 何谓菩萨不由他教 而能自行六波罗蜜 何谓菩萨能转舍传定 还生欲戒 何谓菩萨于诸佛法得不退准 何谓菩萨不断佛种 好 这些问题重不重要 如果你认为很重要很重要 就代表你有菩提心了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部经 读读就算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悲心是什么 我想菩萨就是为了要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成就正觉 所以他很想要关心自己 对不对 就像各位在赚钱 你会去问神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赚钱 你很关心你儿子 你会去问他健不健康 读书好不好 那我们 我们要关心我们的菩萨道 我们的修行有没有清净 这是我们关心的 那事实上 佛都知道众生需要什么 所以他利用各种的经典 都把各位追求的答案 都放在经典里面 所以你真实发心 那一部经都会献出来 就像我今天也不知道 下午要讲什么 昨天我们 吴晓琳要求说 受菩提心戒 我想看 哦 原来如此 所以我早上穿菩萨戒 下午要讲菩萨道 要讲这个 梵天经典 对不对 所以再给我们鼓掌一下 吴晓琳菩萨 大家都来做菩萨 好不好 应该如此 但是既然受了菩提心戒 让我们了解 菩萨怎么做 菩萨如何学佛的 三十二种悲心 后面有一些 修菩萨道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几乎这一部经里面 都有写的 大圣的经典都会提到 那我们每一部都应该深入 所以 第二 何时世尊 战师义犯天 善哉善哉 能问如来 如此之事 如今替听善事念之 各位 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善哉 师义犯天 也是为众生问的 所以师义犯天说 来 为难事尊 愿要欲文 我很喜欢 真心的想要听到 很重要 愿要欲文 好 开始了 我们念一下 我这个以前 以前念过跟讲解过了 有没有听过 大概有 有没有是做 听都听过来 要做 念一下 佛告 思义犯天 菩萨有四法 坚固其心 而不疲倦 何等四 一则 于诸众生 起大悲心 二则 精进不懈 三则 信节 生死如梦 四则 正思良 佛之智慧 菩萨有此 四法 坚固其心 而不疲倦 太重要了 特别是第一句话 就把所有菩萨道的 重点都提出来了 菩萨就是要兼顾 我们的菩萨心 菩提心 而且不疲倦 永远不会累 不会退转 所以这才符合菩萨道 那哪四法 能够兼顾其心呢 第一个 就是大悲心 于诸 诸就是一切 各种生命 其大悲心 所以各位 你不能说 不关心恶语 反正我在放语 我哪里知道恶语 你要故意观想恶语 你没有关心过的犀牛 蜈蚣 大毒蛇 骆驼 对不对 那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天道到地狱道 你都要去关心 所以各位要像办水路法会一样 在家里 或脑海里面 把六道众生的影像 苦难 放在你心里面 你随时意念他们 就像他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所以你就不断的 为自己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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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玛丽 希望他们的苦赶快消除掉 我们一定要培养这个悲心 有时候各位 你站在楼上 看到底下有很多人开车 火车 人走来走去 天空有鸟 你不要看风景 菩萨没什么风景好看的 这个世间是幻化苦的 你要故意转这个井为悲心 阿弥陀佛 他们是鸟 他们是人 他们是动物 他们在坐火车 愿他们都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 都能够离辅得了 你要这样升起悲心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悲心 一个妈妈爱独生子 很强 但是悲心强过他百千万亿倍 一个妈妈爱儿子 像一颗子弹的力量 很强了 但是悲心的力量 如核子的力量一样强 所以一个人生起大悲心 你的生命很有力量 哪怕剩下几秒钟要死 你还是很有力量 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生起悲心 你生起悲心 你会发觉 真的改变到不可思议 你身上的酸痛不见了 癌症不见了 你所有的障碍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来慈悲无障碍 那生起大悲心的时候 障碍不见了 法力不思议 马上产生的法力 马上点一个水 念个大悲之后都不思议 因为你生起大悲心 在念的时候 此时骗十方 普世周杀戒 那个焉共米水 马上十方法戒 都有你的上控下死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一定要最重要的 佛陀提出来了 第一个 余诸众生起大悲心 各位 能持佛 能持佛 这个叫戒律 菩萨界 经典所说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是戒律 你要怎么去做 好了 你既然讲 余诸众生起大悲心 今天有一个人 伤害你了 抢了你老公 杀了你儿子 请问你能不能恨他 这个叫一教奉行 不能恨他 因为你大悲无称 怎么可以恨呢 这一点各位要准备好 你自己要问自己 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事情 会让你恨的 然后你决心不再恨 你要先自己设定好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 你只会淡淡的 安忍 你不会恨 小业障 帮助受苦的 但是不会去恨对方 你要决定好 这个叫戒律 所以菩萨界 叫无尽障戒 你只要听到了 佛所讲了菩萨的道理 菩萨学处 依次第而学 你每一样都要做 你每一样都要学 所以你起称恨心的时候 就要赶快忏悔 赶快念不动如来 赶快转念 因为我怎么可以 对他生起牌 嫌弃之心 这个人做不好 这个人骗钱 这个出家人吃肉 你都要生起悲心 他好可惜啊 因为他的烦恼 让他听不到正法 所以我要为他念佛 希望他转念 希望文殊菩萨加持他 你不能骂这个出家人 说你怎么吃肉 对不对 一般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看到别人不好 就批评他 那我们重点就是去悲心嘛 我想佛要度的 就是那些造恶业的人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批人 请问从出生到现在 有没有造过恶业啊 就是有啊 特别上面这个造很多 所以我要出家 你们慢慢来啊 不然我要下地狱了 就是要觉得 自己造很多恶业 别人也造很多恶业 刚刚来看我的是 被抓去监狱关的 然后就最近出狱了 然后要进去了 这样 我就赶快拿了个白子 赶快送鞋子给人家 赶快拔草王 不要看丢 然后呢 这个时候三界如火仔 对不对 你关了监狱才知道 生命苦 过去你做大老板 各位都听过 王家的嘛 都做大老板 现在关起来了 现在又放出来了 至少 这个生命的经验 非常好 我说你将来 可能还要开大公司 希望你的动机 不要再赚钱了 利用开公司 住那些年轻人来学佛 这个是最大的方便 我们开寺庙 还没什么人来 你开公司 很多人来上班 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学佛 告诉他们 我以前出名 伊爹有没有听过 利爸有没有听过 现在我又出来了 我又开始开 然后呢 就是要让你们了解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做模范 当然我必须要这样讲 如果能够如此 那生命非常有意义 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所以我想每个人 都有他的姻缘 但是他说非常感恩 因为这个姻缘 真的那句话 没错 三界如火仔 哪里不是监狱呢 所以反而在里面 各位睡地板 然后被挤到车 刚关进去的 管你是谁 都挤在厕所旁边 那个就是你睡的 然后不能翻身的 因为我们监狱人满 为患的时候 不能翻身的 我问他好不好睡 照睡补 对啦 以前什么钱不钱 赚大钱 每天想到天亮睡不着 现在能够趴着 测睡也睡着 快乐嘛 所以我说你现在要进去了 会不会怕 不会啦 以前没进去 我会怕 现在进去 不会啊 里面还蛮正常的 我说对啊 托你男人的控制 多好 因为那是女子监狱 他说不是 师父不像你想的 我们女子监狱 那个管理员 如果样子很像男人 大家就发疯了 我说对啊 女人都有同性 他说女子监狱的管理员 只要今天看起来 钻得比较男性一点 每个人就呱呱叫 我说没办法 关在里面憋死啦 看到女的也当做男的 看到男的也当做女的 所以在监狱里面 你抓去关 你要长得白白的 这下你惨了 这没办法 因为关在里面憋死啦 对不对 又没人叫话 谁叫话不进关 没人叫这个 所以进了监狱 想法就不一样了 在外面做大生意 想的是如何如何攀官去赚钱 进到里面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秀忍辱 秀忍辱 生命能够吃个饱吃个 就不错了 对不对 不会想太多了 观念改变了 就像我大哥跟他讲的 如果你进了开刀房 又写了遗暑 你人生就改变了 他现在就变了 宅戏啊 宅戏啊 这个对我很好 我说我跟您说 我出家就是为了这个宅戏啊 太苦啦 而且死了还要堕落轮回 我赶快修行啦 对不对 其他都不重要了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们这一堆人就为这个来了 说八观在界 解脱生死 不过话讲一讲说 你们要不要留下来 还是走了 不然你们去跟我们战略法师去海边放生 我没时间 各位这个叫三根不够 哪有来了就走了 看看你 就跟我有缘 跟大家都没缘 那就随缘吧 所以一个人能够听闻佛法 很困难啊 很困难啊 但是困难也要度他 就结结缘了 结结缘 所以讲他喜欢听的 所以第一个 于诸重生起大悲心 第二 精进不懈怠 各位 菩萨可不可以休息 我下午真想休息 对不对 喉嚨不好啊 一下他要见我 一下他见我 我真想休息 算了算了 上台 你们再休息 我已经上台了 因为赶快要救命 战略法师要去救了 对不对 多一毛钱也好嘛 多一次瞎子 多一块面包 所以各位 精就是专注 不离谱离心 精就是不退转 不疲倦 不懈怠 精进不懈 拼到生命 最后一秒钟 好不好 我常讲一句话 佛陀 什么叫佛陀 哪怕生命 只有一秒钟 他都还在利益众生 这叫佛陀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 精进不懈怠 所以 请问这个经典 难不难 对 实践最重要 不难 一点都不难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 真的不要懒惰 一定要看 有些人 还真的懒得看 没时间看 到死了 没时间看 各位一定要找机会看 给自己规定时间 念一下 发普利心 孙信英国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看了以后 还要讲给别人听 好不好 讲给别人听 讲给你爸爸 讲给你妈妈听 先跟他吃饭 对他很好 真的空档了 书赶快翻出来 讲两句给他听 他听到佛法了 他种下善根了 精进不懈 第三 信解生死如梦 所以各位 做菩萨不能怕生死 死亡对我们来讲 只是换一个工具 换一个外表 换一个境界而已 不要太重视这个 当下最努力 所以有些人 生死大事 终生大事 为了这个 这样的努力 怕死天天运动 那也不必要 你要把生死 这个是一场游戏而已 那生死对你来讲 要么往生净土 要么有资格 趁愿再来 就是如此而已 对不对 更有福报 来修学佛法 所以各位 生死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暂时的 就这样花开花谢 对不对 点了香就会灭掉 点了灯就会熄掉 正不正常 正常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别人很认真 当做生死 我们利用这个生死 来帮助他 可以啦 利用他生死 生病的时候 来跟他谈佛法 第四 更重要 正思良佛之智慧 因为我们有悲心 还有不退转的菩提心 还有了解幻化 进一步呢 这个 信解生死如梦 是般若智慧 正思良佛之智慧 是一切自治 所以各位要追求这个 自波罗密 那我们要行菩萨道 就要有佛的智慧 佛怎么处理事情 佛怎么看待一切的 佛怎么利益众生 你要经常去思维 最好的方法是 清净善知识 每个善知识 都有各种的智慧 跟度众生的方法 除了精进 学习 然后多看佛经 佛怎么度众生的 所以佛陀圆满了一切资粮 所以得到了一切自治 所以要经常这样去做 所以菩萨有此事法 坚固其心 而不异见 所以各位 能依教奉行佛 你每天背一句好不好 每天四句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 然后终于一个月 背下来这一段 然后你背下来了 然后你每天都在实践 那你会发觉 你进步很快 佛力加持 第二 你也讲 梵天 菩萨有四法 所言决定 而不终回 何等四 一则决定说 诸法无我 二则决定说 诸深处 无可乐则 三则决定 常占大胜 四则决定说 罪福业不失 事为四 作为一个修行者 各位一定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相不相信因果 这个叫决定 我今天走路跌倒 我大概是造了什么业 起了什么念头 我赶快 不能怪对方 对不对 赶快 这个叫决定说 所以做菩萨 你要决 所言决定 而且不会后悔 各位 做焉供 慈不慈悲 决定 不管别人怎么讲你 影响你 那你不会改变 所以做菩萨 有四种决定不中 第一个 决定说 诸法无我 很消极 什么叫诸法无我 什么都没办法控制的 什么都要属于人 计划比不上什么 变化 这个不是消极 这个叫随缘 了解吗 决定说 一切法 你都没有办法主宰 不可能单独 不变的存在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世间 幻化无常 但是我们 所讲的不变 是什么 我的悲心不变 而不是他不变 今天你 拿钱给他 请他 去放生 印金很多给他 结果 又帮助他 说他要开 要开数十店 然后你就拿五万给他 然后明天你去 经过一个牛排店 他在里面吃饭 吃牛排 你不要失望 决定诸法无我 因为你已经 你做你该做了 但是他吃他的牛肉 好不好 因为你负责超度就好 但是你不能说 那我对你那么好 你干嘛要这样 那你 你没有听这句话 决定诸法无我 我就是不变的 主宰的 控制的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你明明衣服穿很多 回去还是感冒 你明明对他很好 他就要背叛你 你明明每天运动 他还是要生病 所以各位 你要 住 就是没有例外的 没有一样可以控制 为什么 你也想 互相影响 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单独存在 美国的事情 会不会影响台湾 台湾的事情 会不会影响大陆 人间的事情 会不会影响地狱 就是会我们才来受 保患在这 会这样的地狱 所以这个世界 一直互相影响的存在 没有单独存在 所以各位一定要 思维这句话 你不思维这句话 你会退转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这么努力 因为菩萨道士 在利益中 我印经 我去弘法 我带人家什么 为什么他还会这样 有时候说 你看他就是没来放生 所以最近得癌症 你还要调侃他一下 哪一天换你得癌症 常放生也会得癌症 因为得癌症是个人的夜报 但是众业轻报也不一定 但是不见得说你吃素 就不会得癌症 对不对 但是吃素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得了癌症 或是哪个病苦 那是我们的夜报 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所以要随缘 随缘 所以各位要决定说 一点都不要怀疑 你不要说 怎么这样呢 师父我很认真 我天天念佛吃素 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你还想主宰你的身体 你还想主宰你的一切 生死如梦 身体无常变化 随缘吧 第二 决定说诸生处无可乐着 各位 哪里是快乐 哪里是快乐 没有 极尽为乐 对不对 极灭为乐 西方极乐 西方也不是去追求快乐 西方是去修行的 所以这个世间 不管你投身在天界 投身在人间 今天你在台湾住一住很累了 搬去大纳大 然后关一关又太累了 又搬回台湾 那回到台湾又觉得吵 又搬去大纳大 这样而已 所以我经常出国 而你们移民来这边 还是台湾好 对啊 我那你回来不行 我要回来 没有一个地方快乐 但是你会觉得说 我买这个家就快乐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快乐了 我有永远那个事就快乐 不可能了 所以各位你要决定说 这个世间 没有一寸土地是快乐的 对不对 是如此 你一定要这样去思维 第三 决定长战大乘佛教 法门只有一个 法华经里面讲的 法门只有一个 就是大乘佛教 因为这个人不想发菩提金 所以先说解脱道 希望将来回想向大 所以各位要经常 赞叹大乘佛教 意思是说 佛祖说不能退转 有些人修了大乘佛教 跑去修南传 有些人舍弃汉传佛教 跑去修密宗 这个都不对 南传 大乘 密宗 只要是为了立宗 都要学 大乘包含一切 不是说大 就是为了立宗 什么法门都要学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 赞叹大乘 唯有赞叹大乘 才会让别人想要成佛 这才是慈悲 如果世间 大家都修解脱道 或个人福报 这个世间没有菩萨 那众生就可怜了 所以要发心修大乘佛教 第四 决定说罪服 也不失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而且现在各位都听闻佛法了 每天广做善事 好不好啊 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念佛诵经 打坐持咒 受戒点 焉供 点灯 供水 反正花草数目都可以做功德 那我要广居善业 那菩萨 一定要这样去做 相信空性 相信不尽无常 赞叹大乘 绝对相信因果 所以各位 一根头发掉在地上 要不要捡起来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你要捡起来 因为中国人说 头发掉在地上会染鬼 那个鬼会附在上面 因为 因为鬼道 头发是他唯一的装饰 那对世间也是污染 所以你一根头发 不小心掉在地上 知道了就要捡起来 因为你要相信 这个时间 这些夜报 因果百分之一百 一滴水 一个卫生纸 不要浪费就不要浪费 该开就开 该关就关 你要很维系 很维系 再来 梵田 菩萨有四法 增长善根 何等为四 一则持戒 二则多闻 三则不识 四则出家 是为四 所以我想 不识持戒 很重要 第一个持戒 五戒 特别各位要守这个戒 更重要 来 十善业戒 一般我们的五戒 就跳过去了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 最重要是十善业戒 十善业戒 就包括五戒 身体不杀到瘾 嘴巴 不是不骗人 不骗人 不妄语 不凉蛇 不骑 内心里面 念一下 不千贪 不称慧 不愚痴 要保持在这个阶段 然后呢 以这个十善业做基础 得到人天福报 追求解脱 追求菩萨 要持戒 第二 多闻 多看经典 多听佛法 多清净善知识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要很喜欢听文佛法 我们生命电视台 每天早上九点 晚上九点都放大包法 要不要看啊 海涛法师的 暂时跳过去 没关系 大包法王一定要看 而且甚至重播 背下来都没关系 而且有这么多好的经典 所以各位要多闻 闻师兄 第三 捕师 捕师快不快乐 增加我们慈悲的善根 增加我们的福报 第四 出家 就算你这辈子没办法出家 多参加短期出家 好不好 有机会多参加 我们现在在台湾办 在缅甸也办 下回要在泰国北部办 找了一个地方 很不错 到处办 还有一种 旅游出家 边出家边朝圣 第一天就李光头 最后一天回家 很多人就跟我这样 李个光头去朝圣 穿个出家衣服 回来以后 至少他这辈子 学过了 因为他穿的衣服 有约束了 不方便了 所以各位 当然能够出家 出家每天都在累积善根 对不对 那也是个很好 所以这四条的念是 持戒 多闻 布施 出家 特别出家以后 更要持戒 多闻 多累积善根 我认为最难的是 多闻 多闻 守戒律他会 布施大家都会 但是能够深入精湛 多闻一切 法律文 范文 藏文 英文的佛典 你没看过的 没听过的法 你都能够接受 再来 奉天 菩萨有四法 无所恐慰 威仪不准 何等四 一则失利 二则恶民 三则悔入 四则苦恼 事为四 所以各位 你要把这个 马上回宽反照 不是说 懂了不懂了 失利恶民 到时候人家 侮辱你的时候 你还不能接受了 所以你一定要说 你现在观想 修无常想 我现在所有的钱 都亏倒了 还欠银行很多 所以你要一直思维这样 然后你内心很平静 这个也没关系 反正不妨害我修行 没钱了 我还可以专心修行 所以你要把 最坏的境界都面对 你才能够 无所恐慰 威仪不转 不然哪一天 你现在让你做著者 做有钱人 哪一天让你做穷人 哪一天被赶走 然后你就 算了 哎呀 没意义了 对不对 一副很灰心丧气的样子 然后就 威仪就不好了 所以各位 你这些东西 你要观想 你要把这个失利 失去利益 做真实的观想 从内心里面接受 这样你就 有钱你也不怕 没钱你也不怕 因为你接受了 所以各位 假设你已经结婚了 你有没有经常思考 你的老公老婆离开你 可不可以接受 儿子死了 可不可以接受 你要想得很清楚 你不能说 不可能 我每天拜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那你就哪一天发生 你就发疯了 对不对 你就不学佛了 那不行 所以各位 这个叫出利心 你做一个菩萨 你不能退转 所以你能无所恐慰 因为你不执着 佛为什么这样讲 你越怕了 魔越会找你 记住这句话 比如说你这个人在修行 你很认真 但是你很在乎你的女儿 然后魔就会找她 她要破坏你修行 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你 你最在乎的 所以你越恐慰 越容易发生事情 请记住我这句话 我看多了 我真的看多了 所以你要把你最执着的 最放不下的超越 魔就不会动你 一定不会动你 你脖子这边有一个破绽 不小心风一吹 就会感冒 天天它往你这边吹 魔就会侵入你 一个凉气会从你脖子进去 然后你全身就会出问题 因为你有一个怕 所以各位 这一点你就要看清楚 反正死了也无所谓 你可以断了我的脖子 也断不了我的佛性 所以魔就离开你了 这一点要这样去思维经典 第二恶名 你看海涛法师现在 出名 哪一天人家毁谤他 他外面有女人 还生了几个儿子 信徒捐的钱都拿去投资 拿去搞酒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事情 把你贴上你的名字 加上是海涛 太好了 闭关了 时间到了 台湾不行了 我到非洲去 努力度动 那你不能说 我这样不行 我不高兴 不行 所以各位这些你都要想好 我早就想好了 最坏的状况 都想好了 这养成习惯 这从小的习惯 来 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希望 对啊 这边不行了 别人这样就好了 你要做菩萨 你要去撒水 这个世间水那么多 你撒到手酸 你干嘛跟人家争 那些有的没有的 不需要 今天我们在法院寺 突然来一个变化 海道法师以后 不准进来法院寺 OK 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 他把法院寺的钱都污了 然后你就要笑笑了 随意愿就好了 不要为某一件事情在乎 这样你才能够行菩萨道 恶民也没关系 三者 毁辱 毁谤你 侮辱你 这有没有关系啊 这可以让你修忍辱 对不对 那你消业障 哪里不好 第四 苦恼 生病了 很烦 家里事情很多 很多骗你钱 各位请问出家人 会不会被骗钱 骗多了 但是你不能怕这个事情 所以各位 做个菩萨 这个 失利 恶民 悔辱 苦恼 能不能影响你 让你更精进 如如不动 正常的 正常的 这个五浊二世 本来就正常的 你做什么好事 所以不能抱怨 绝对不能抱怨 因为他不知道 他知道就不会这么做 他不知道是我们的责任 要度他 所以过去的佛菩萨 会显现各种神通啊 意象啊 让不信的人信 对不对 那我们只能 只能忏悔 因为我们没那个能力啊 没那个力量啊 如果有那个力量 我们就给他转化一下 但是更精进 这样就好了 所以各位 如如不动 好不好 无所恐畏 所以以后你要写个信 给你老公 你外面有外遇 没关系 我不怕 我随时接受 我都准备好了 私房钱 没关系 你越这样 对方越没有 了解吗 你越怕 只是你不知道 他早就有了 这没有 所以各位这一点 做个菩萨 无所恐畏 威仪不整 对这些世间八法 你不能在乎 如果你太在乎 没办法修行 人家讲你几句就不高兴 耍脸色给人家看 然后就批评 那你这个是假菩萨 对不对 有菩萨经 叫真菩萨 跟假菩萨 写得很清楚 什么是假菩萨 什么是真实菩萨 你要去看清楚 所以 再来 梵天 菩萨 有四法 成就白法 何人是 一则 教人 另信 最福 二则 不实 不求 果报 三则 守护 正法 四则 以智慧 教诸 菩萨 是为四 所以你做菩萨 你除了不去做黑法 黑法有很多种黑法 最出名叫四黑法 四黑法就是 让人退转 对不对 让人想布施 不想布施 所以这个领域叫四白法 菩萨基本要成就这四白法 第一个 各位要很认真的 不让人家怀疑佛法 怀疑因果 要解吗 你听话人家 人家拿钱去布施 那你布施那个没用了 那我就不要布施了 那不行 所以各位一定要 教人 令绝对相信 罪业福报 善恶果报的道 这是最基本的 讲佛法也不能讲得太深 特别各位 你如果是针对在家的人 你要讲的就是 世间的六道轮回 善恶业报 要让对方 深信因果 这个最重要 而且各位 你不能不教 你要运输 你要做各种视线 你要去推动 我在这边 还真实期望大家 我们做信徒 如果不是来寺庙 参加法会就回去了 你要把学到的佛法 也透过寺庙的因缘 办教育 办活动 要把寺庙的方法 推广到学校社区 要如此 利用最方便的方法 祝念 办活动 请人家吃树 告诉他佛法 这个是菩萨该做的 你要成就这个 教化众生的责任 不分在家出家 请问在家人 能不能教别人 可以 你只要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菩萨戒 可不可以收弟子 佛经说 可以收弟子 受了菩萨戒 你要收弟子 对方还要拜你 还要跪 你不能说 不好意思 那个是出家的事情 不行 菩萨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古时候 有很多在家菩萨 收了很多弟子的生团 对不对 这一点在藏传佛教 就比较强烈 藏传佛教 像敦诸法王 是在家 可不可以收很多弟子 太多了 林化身大师 是四线在家还出家 在家的 他收了多少弟子 所以我想 做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发了菩提心 就要承担 教化弟子的责任 做医生 有弟子 做老师 也有学生 我想 这个观念 各位要加强 我发觉现在 我们台湾 这个都是出家人的事情 我们在家人不管 在家人也要教化弟子 要影响弟子 来医治生团三宝 这个意思 不能说 反正教化的事情 都交给出家人 出家人也是人 出家人不见得 跟各位一样 大学毕业 很会读书 各位又会读书 又会赚钱 又会做总经理 太厉害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不交几个弟子呢 要教你的公司的员工 了解罪业福报的道理 这个是戒律 第二 布施不求果报 所以菩萨要不断地布施 只要帮助对方 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能要求对方 认识你 报答你 三 守护正法 千万不要毁谤正法 所有佛陀讲的 人天福报 出力心 大悲心 密称的 各个都是佛法 我们都守护 第四 以智慧 交出菩萨 各位 我唯摩诀 居士 有没有在交出家人 对 你既然发菩利心的部分 你再加出家菩萨 我都要把这个最高的佛教的道理 智慧引导 对吗 所以有很多在家人家 讲金刚经 我也会听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都会去调查 这个在家人本身 有没有出家师父 医子 如果有 那就比较殊胜 如果没有 这个很可惜 没有加持力 就是没有传承 虽然他很喜欢讲六祖谈经 讲金刚经 但是呢 你说我们一贯道的道庆 会不会讲六祖谈经 如果呢 他能够去拜一个修行的老和尚 做医子 然后不用放弃他的一贯道 这样也可以啊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要讲金刚经 那这些一辈子修学佛法的 实践空性的 这些老和尚 你去医子他嘛 那你这样把金刚经的精神 真正的告诉一贯道的道庆 那是共得一见 佛法是超越宗教的 所以我想要用智慧教出菩萨 那各位发菩利心做菩萨 这个要去做 教人信因果 不思不求果报 要真实的护持三宝 守护正法 还要影响众生了解空性智慧 下回去五台三 好不好 你们去吧 很多人就待我没时间 我会真想去 但是各位你不要等 师父你什么时候去 下辈子 你要自己想办法组团 好不好 组团自己去 请我们占佣法师 占佣法师带 好不好 那我今天我会偷偷跟着去 那我度假一下 做做信徒 每次人家去玩 还负的责任 永远在高压力的阶段 但是各位你要去追求智慧 再来 菩萨 有四法 善知同一地 何等四 一辙 九知善根 二辙 离诸过旧 三辙 善知 方便 回向 四辙 情形精进 四为四 菩萨的阶位 五十二阶位 从实信到实地到 妙诀 等诀 妙诀 从补出菩萨到 妙诀菩萨 那各位你要 一地之一地 就是要 进步就对了 就像从出地 二地三地 那菩萨要 知道用什么方法 让自己进步 好不好 做生意 要不要扩展事业 当然要 一地一地一地 要知道 你不能停在原地 惹人讨厌 一个人不进步 讨不讨厌 这够讨厌 老是那个问题 够讨厌 所以各位希望大家 越来越进步 好不好 我这个人 眼睛一看就知道 你有没有进步 这是我最可怜的地方 所以我就会有分别性 你怎么都不进步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进步 一个人进步 眼睛会发光 眼神会改变 相会改变 这是真的 所以 那你要自己很努力 因为我们要做给别人看 如果你进步了 你的先生很高兴 各位有结婚 比如说你先生最近进步了 不生气了 比较好了 你高不高兴 佛法不可适宜 对不对 那因为他进步 然后你会更精进 对不对 因为佛法的希望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 收到菩萨界 就是要影响别人的 菩萨就了解空性 空性就是 是缘起互相影响的 所以我一定要帮助对方 所以我一定要进步 菩萨要一直一直一直进步 让别人跟你跟上来 不能你往下 菩萨要往上 所以第一个 久职善根 永远的 不断的在累积功德 而且这个久职善根 这一世 过去世 无量世 都一直在积善根 所以这样 什么叫善根 以无贪嗔痴的发心 去做的利他的功德 就叫善根 所以各位 发菩提心受八观再戒 是不是善根 发菩提心点灯 是不是善根 所以我们每次点灯 供水 做事都要念 发菩提心仪轨 对不对 水有八德 供养师方 消除恶业 六道清养 除了供养佛 这个供水 是要让六道消除恶业 对不对 供灯也一样 点灯起根文 做焉供也一样 都不离菩提心的仪轨 当然哪一天 你能够安坐在菩提心 来做的时候 你仪轨不用念都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完整 就按照主师大德的 菩提心仪轨 就是深苦意 不离菩提心 再来做 各种的点灯 供花 礼佛 世家行 十大愿王 各位 要很认真的去做 把握时间 你就能够增上 第二 离足过旧 除了增长善根 要消除缺点 好不好 吃饭的时候 饭粒不要掉在桌上 吃饭的时候 碗筷不要出声音 这是从日常生活要做的 衣服越来越干净 睡完觉以后 棉被折好 你上台讲得很好听 到你房间 天哪 像仓库 那人家就 没有修行 所以不能有过失 讲话 做事 待人处事 不能再有过去的过失 我觉得这个最难 这个人 我们寺庙现在 有一个缺点 很多老婆上说 那个人过去不好 你千万不要让他住 我说老婆上 他不会变嘛 很难啊 我以前不相信 后来我发现 师父 真的很难啊 三年前的他 跟现在的他 还更会骂人 所以各位 后来他们就 十秒 不让人家住 外面来了 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他过去有记录了 那这个人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就在等 我也在想 一定有人会改变 到现在还没有了 所以各位 有没有修行 没有修行 你以前是那个缺点 被赶出去 被讨厌 现在你还是那个缺点 只是你没地方去 再跑回来 那可不可怜啊 不行 所以各位一定要改变 这你要要求自己 如果你不要求自己 犯改变 干扰别人 不洗衣服 乱讲话 批评 这些真的是令人厌恶啊 所以要远离二知识 了解吗 这个人不想修行的 那你要远离他 因为你也会退转 你会被他影响 以后我们再来度他 先回向给他 但是你要远离他 因为他不想进步 打乒乓球要跟谁打 跟那个比你会打的打 你才会进步啊 对不对 天天叫你捡球天啊 除非是跟你爸爸打 陪他运动嘛 所以各位真的 要把缺点改一改 好不好啊 没有朋友的人 你保证不会进步